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交流的并不愉快 追赶中竟然又掉进了一个山洞中 原来这里是霸王龙的家 几个疯狂逃跑最后进入了一个山洞之中 才侥幸逃脱 但维尔却说霸王龙脑子就像核桃一样大 没想到霸王龙竟然听懂了 还给他们来了个反击 扔给他们一个巨型核桃 维尔都惊呆了 这时 维尔的大脑又接收到了来自外星人的求救电波 根据记忆 他们来到了此处 此时 一大波外星人正扑向他们 维尔机智地利用光线反射的原理来到了另一个空间 在这里 维尔见到了那个向他求救的外星人 他告诉维尔四人 外星人队伍中出现了一个坏人 他要攻占地球 就差一台时光机了 于是四人开始了寻找时光机 他们找到了在地球上坐过的那艘屁滑艇 感觉时光机也应该在此处 这时 天空突降一个冰激凌小店 恐龙们蜂拥而至 维尔几人却还在淡定地拍摄视频 此时霸王龙和母龙看到了他们追了上去 最后 维尔机智地利用冷冻机 射到了母龙的体内 母龙瞬间爆炸 时光机再次出现 却又被调皮的翼龙雕走了 很快 他们找到了翼龙的生存地 这里遍布了翼龙蛋 时光机正给翼龙蛋们播放音乐 维尔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拿到了时光机 音乐一停 所有蛋都腐化了 为了安抚这些幼龙 维尔再次唱起了催眠句 他们成功了 开心地庆祝起来 吃起了巨型螃蟹大餐 一觉醒来他们发现 安娜竟然被外星人抓走了 于是他们也穿着外星人的衣服 晃了进来 威尔上来 几脚就解决了外星人 救下了安娜 他们逃了出来 却再次遇到 记仇的霸王龙 霸王龙穷追不舍 威尔本想攻击霸王龙 没想到一个翻跳 竟然跳进了霸王龙的肚子里 随后和霸王龙的排泄物 一起出来了 霸王龙也因此和威尔成了好兄弟 在霸王龙的帮助下 他们轻而易举地 解决了外星人 最后的激战中 他们不小心打碎了一块水晶 回去的道路变得不稳定 为了控制外星人 丹尼和原人留在此处 威尔和安娜则回到了地球 电影结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测试题来了 测试 如果你也生活在远古时代 你能选择什么样的恐龙 作为你的宠物呢 手机截图 或者按下暂停键 选中图片 快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 空间有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记得关注哦